清明時節 慎中追遠 緬懷先輩 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清明祭祖的習俗 對於香港人來說 清明節是4月的第一個公眾假期 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每年的這一天 香港人都會奉起先祖 寄託思念 仇神祈福 受香港第五波疫情影響 位於上環的文武廟作為宗教場所 也需在清明期間關閉 由於廟中供奉不少先祖排位 因此 文武廟也在清明期間 推出代客機組服務 所有市民或者善信 只要在那個平台那裡 是簡選一個代客製造的服務 然後在那個服務裡面 輸入他們需要的資料 包括是子孫的名稱 先人的名稱 還有他想對先人有些什麼說話留下 他輸入了之後 完成這個付款手續之後 我們同時就會在我們的系統 就會見到他的訂單 然後那些同事就會在三個工作天之內 就會幫那位市民去完成 他那個代客製造的服務 在接到市民的訂單後 工作人員會在廟宇中幫助客人完成祭祖儀式 先會向地藏王菩薩先上香 第二住香我們就會代表那個市民 向他的祖先上香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些簡單的清潔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些敬茶敬酒的儀式 最後就會獻一些保白衣紙和衣包 最後就會幫那個市民說了他想向先人品告的說話 然後最後有一個三谷宮的禮 我們就完成整個代客製造儀式 蒼翠眼映 位於香港西環的東華儀莊 時至今日已有百餘年歷史 上世紀 這裡既是香港貧困人口關國的暫時安放之所 也為漂泊海外的華僑華人提供原籍安葬服務 如今 這裡已成為香港人寄放先人領舊骨質的地方 每到清明就有民眾來此起扫 疫情之下 儀莊也推出一系列防疫措施 現在香港就有一個二人限聚令 所以其實進入儀莊要拜祭 其實都要遵守這個二人限聚令的社交距離限制 在我們儀莊範圍裡面一定要佩戴口罩 還有他在入場的時候需要做安心出行的登記 另外就是我們會呼籲所有善信 或者是市民來到去拜祭的時候 都先跟我們做一個預約登記 清明重量的日子 前三後三如果來拜祭的話 就需要登入我們的網頁 然後就看回我們有條連結 你卡進去之後就可以預約拜祭 你進去之後就主要填寫拜祭的日期 時間、先人姓名和堪位的位置 就可以做一個預約 申請預約大概一兩天左右 我們就會有一個護複給客人 證明這個時段你們可以過來儀莊這裡拜祭 疫情之下雲季嫂也在各地蔚然成風 為減少疫情感染風險 鼓勵綠色冰藏 據悉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 設立了無盡思念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序 共市民隨時隨地網上追思悼念失去的親友 度過安心健康的清明節 現場,時間尾門 安全,未來是 更新的エクライマ 我會有任何資料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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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